说来惭愧 因为小弟性情耿直 得罪了本营的张团恋 他从徐州请来表弟蒋忠 那蒋忠身材十分为大 而且武功也十分的高强 声称三年前 他在泰山比武的时候 不曾有过对手 江湖上的人送他一个魂名 叫蒋门神 那张团恋和张杜坚又是叔侄 蒋门神就依仗张杜坚的势力 欺压百姓 强巧豪夺 无恶不作 小弟在东门外快活林 开了一个酒店 每月都有二三百两的金像 那张团恋和蒋门神 他们早就眼红了 两个月前 他们借酒闹事 打伤了我的人 抢走了我的酒店 恶棍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强抢名夺 兄弟 你难道真能忍下这口气吗 遭受蒋门神欺负的 绝非小弟一人 孟州城的百姓 哪一个不对他同仇共恨 只是他势力浩大 武艺高强 无人能问 亦无人敢问 兄弟 你不用叹气 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我去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兄弟 这蒋门神可不是等闲之辈 泰山比武也绝非虚化 你还是谨慎为事 大姐 你不要长他人志气 灭自家的威风 哥哥 大姐说得对 蒋门神的事 还是从长记忆的好 哥哥现在是配君 出面为小弟报仇 多有不便 以小弟之间 还是哥哥三年行满 再收拾的蒋门神 也不迟啊 兄弟 像他这种恶人 在三年之中 会干多少恶事 连兄弟这样的 官宦人家 都受他欺负 何况平民百姓 以我之间 要打就在明天 兄弟 要打蒋门神不能蛮干 只能智取 难道要我给他们 下蒙寒腰不成 你说得对 大姐 张青呢 回二娘话 张爷出去进货了 这个死鬼 不用他的时候天天在 用着他的时候 反倒不在了 二娘有要紧失 打架的事 你查得上吗 小的是不行 可咱店里 有的是行的嘛 二娘一声招呼 谁敢不出面 指望你们去呀 我永远别想快活 想不到 背后九宗的是诗人 这事不太好办哪 王大哥 我们在暗处 五宗在民主 只要王大哥到时候 给我们通风报信 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这件事 我们不再偷别人了 刘七刚从家里回来 这点小意思 请王大哥笑纳 事成之后 还有重谢 好 难得李爷好爽 放心 我随时会注意 他们动静 拜托了 拜托了 死鬼 你想吓死我呀 不是死鬼 是色鬼 讨厌 你这两天哪儿去了 是不是又去四姐那儿了 没有没有 不经三儿 哪会有四儿啊 不要脸 不是不要脸 是不要身子 你今天不吃酒了 今天先吃三姐 再吃酒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我下来 带我下来 我下来 是你 四二娘 你是不是想我了 想你个头 不只是头吧 要想让我放了你 你得告诉我件事 你为什么给我下药 什么都不为 讨厌你 你讨厌我就给我下药 那一定是唇药 没得你 想来容易想去难 尤其是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你这无赖 不是我无赖 是你无赖 你赖上了我 我不来白不来 你敢 我让张青杀了你 张青算老几啊 我一直都就把他捅趴下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来吧 好你个蒋中 你当着我的面 就做这种事情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三姐 你误会了 他是刺客 你胡说 有送上门来让你 轻轻的刺客吗 我不是亲他 我是在咬他呀 那好 你咬下他的鼻子 我就信你 这么漂亮的女刺客 我要是咬下他鼻子 不就破了枪了吗 你不要他 他就是你的相好 不是刺客 好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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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是谁让我下的药 好不好 是谁呀 是你呀 你 你们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 调情 我打死你 我 鸭三姐 你别打 你别打了 他跑了 活该 蒋文神 我迟早都要收拾了你 哥哥 但蒋文神并非图有虚名 哥哥千万要小心呀 兄弟放心 一路上尽管把酒给我备好 我一定要生前拿蒋文神 酒已经备好了 这一路上有五六家酒店 管叫哥哥吃足 致使哥哥千万别吃醉了 物事伤人哪 放心吧 我吃一份酒掌一份的力气 吃十份酒掌十份的功夫 只管把你的人备好 到时候收回酒店就是 兄弟 兄弟 快活林你不能去 为什么 兄弟 不瞒你说 昨天晚上我去了快活林 想碰碰运气 不想那蒋文神的功夫 的确了得 姐姐不是她的对手 奔向智取下蒙汗药 可是被她发现了 她险些受了伤 伤了没有 不碍事 姐姐已经打草惊蛇了 你若再去 那蒋文神必有准备 不如过几天 待她放松了警惕再说 哥哥 大姐说得有道理 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 教训这种恶吧 一刻也不想等 让伯母 好消息啊 武松出动了 怎么了 武松要打蒋文神 他一路上要喝着酒过去 恐怕没到块活林 已经醉了 到那时不用你们下手 蒋文神也就把他干掉了 好 等蒋文神把武松干倒了 咱们四机下手 走 走 走 客官 您再喝一碗吧 不喝了 客官 您还没醉呢 不醉了 我到前面再醉 客官 您醉了就麻烦了 我就是要找麻烦 大姐 现在去快活林合适吗 武松大哥可是不让我们去啊 那他要出事了怎么办 石公子 武松大哥已经过了三家酒店 三个酒摊 已经喝了食物晚了 他喝醉没有 不知道 走 咱们赶紧去看看 走